由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人口流动量大 往往你户籍所在地 和你要前往的地方 和你要居住或者说工作的地方 都离是挺远 往往为了这事就得来回跑 来回折腾 你刚才这个片子里头 我们看这个小周 他家是河北五一县 不管怎么说 离北京还挺近的 有的你比方说这种现象 有的在湖南 有的在甘肃 有的在黑龙江 离北京距离都挺远的 如果这时候再有事 你可以想见他得受多少罪 被折腾多少次 你像除了说户籍这问题 还比较集中的 有的到这个工商局 税务局 你办理执照 我办睡 也是被来回踢皮球似的 我们这不管你到那 到那 那这我们不管你到那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地方来 跟你说你这手艺不全 那手艺不全 就这样非常多的 一些具体的办事人员 都曾经碰到过类似的现象 有的是简直 程序繁琐的药兵 就是材料多的药兵 一个章一个章接着盖 一个证明接着证明办 所以这是我们说程序繁琐 要繁琐点 你办办办还好呢 关键有的整不明白 就是也不知道 俺哪儿来了 你像最难办的证 有人说叫异地准生证 就是你这俩人 比方说在北京 两口子 可是他俩 这户口 比方说一个在黑龙江 一个在陕西 这下麻烦了 在北京办准生证 怎么弄 按规定 必须得回到户籍所在地 办准生证 那好吧 那回哪边去 比方你到陕西 陕西规定 不行啊 我们这女儿 女孩已经嫁到你黑龙江去了 到黑龙江办家 到黑龙江那边 谁生孩子 不是女方生孩子吗 到女方呼气 到陕西办家 就这么来回推 所以异地准生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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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脸难看 事难办